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副标呢 是灵魂的所在 那么呢 我们说工作坊是要去让我们探索一个空间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有什么样的元素 然后灵魂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呢 课程里面 Joanna跟Masalo两个人呢 就有带领我们去连结布娃布谢这块土地 那么呢 他要我们去透过身体的舞动 去探索我们对于废墟的印象 那么在探索的过程里面呢 很自然就会连结到我们内在 好像也被忽略的那个空间 然后需要被照顾的空间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跟身体跟土地的连结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说出自己的感受跟故事 那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有一些故事的产生跟串联 那么在水的部分呢 就是 水的部分的话象征的就是一个情感的连结 所以我们在某一天的课程的结束 我们每一个学员就是断了一盆水 然后讲师帮我们采了那个薰衣草 然后透过薰衣草跟水呢 帮每一个学员就轮流帮学员 就是去洗刷他们的双脚 然后作为一个课程的结束 让我们的情感跟就是流动之外呢 跟学员之间就彼此有更多的联系 好像除了原本想来这个设计工作室 学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头脑 就有点放下然后去看到 我还有其他朋友他们也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然后去尊重他们的文化 这是他在水的部分的带动 那经过土地的连结 然后水的就是情感的流动之后呢 我们就透过一些故事的创造 让我们去发想 那故事的创造里面 再从文字的叙述 去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作品的呈现 那有两个作品 这是第一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 是想要去在户外空间里面 去创造一个可以静心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繁杂社会 或者是一个纷乱的空间里面 我们要如何能够去找到 自己内在的家 跟一个可以安顿盛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户外 做了一个就是简单 很快速的一个创作 是可以让我们可以静心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分成两组 然后所以第二个的一个创作呢 是透过多元媒材的一个连结 像一个网状 然后去象征 其实人跟人的故事 都是互相连结的 纵使大家都是远从 有从巴西来的 有从西班牙来的 然后有从芬兰来的 也有从沙奥地阿拉伯来的 那也有我们三位的 从台湾来的伙伴 那其实大家的故事 在不同的国家 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连结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火的元素 因为这次来的很多伙伴 有很多都是巴西的伙伴 西班牙伙伴 木西哥伙伴 相当的热情 那原本我就开始觉得 应该要去工作 然后做什么样的作品 可是在我们整个活动里面 讲师或者是伙伴们 都不断地提醒着我 说呢 要把工作游戏呢 是串联在一起 这就是生活 那生活的创造在于这个过程 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是家人 一个社区的感觉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 最后一个作品呈现 是在这个右上角 在湖面上 我们要做一个大型的装置 那为什么会做在这个湖面 是从我们的谈论 跟前面两个作品 发想过来的 那要去完成 我们对于这个湖里面 某一个学员 他分享出来的一个记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创作 以及最后的一个点火的仪式 能让这个记忆 能够有一些完成 跟某一个事件的圆满 那这个是我们做实验的一个 焚烧的一个小的实验 那最后是要做一个大型的 那中间里面串联我们 就是很多伙伴 刚才有讲到说 有一个party 然后我们去装扮成那个Marcus 就是里面的 对 那就是我们在湖边去跳舞 因为整个工作坊里面就是 大家就是会跳舞唱歌 然后工作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因为我们要在这个 我们从结构的发想 到材质的选择 那我们最后呢 是选择用有弹性的竹子 然后外面要编织这个草 然后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情形 很像在部落里面工作 大家在编草 然后这是我们去采集花朵 要做最后的装饰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半边是我 就是包得非常的紧密 然后右半边的同学 就是非常的火辣的登场 因为他们每一次的活动 都会穿不同的服装 我就是一套穿到底 就发现 嗯 他们的确是非常会生活 然后这个是他们工作的 就是我们工作的情形 那这是在结构的试验 最后把它放上去 这是我们最后做成的一个 在湖面上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湖面 就是按上了一个装置 然后最后 让它回归到一个圆满的状况 所以我们有点火 在最后一天晚上 好 谢谢大家 以上是我们的分享